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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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买房的七次真言就是 架低点好投报高 那要怎么样来选择投报高的标的呢 通常来讲 我们一定要找距离比较近的 安全性比较高的 而什么地方是我们距离近安全性高呢 当然是我们日本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我们坐飞机 只要2.5小时就会到了 它的整个法令相当的透明 而且最重要是日本的房子评数非常实在 因为日本的房子呢 所有的公社都不算的 它是实际的评数 所以日本是我们海外投资不动产的首选 日本房产投资趋势要怎么看呢 我们从经济面 房价面 汇率面 来教你一一破解 再来如何用高投报高效率的方式 来找到日本好地产 要怎么样来掌握日本的租金 还有管修相关的成本 在日本当包租工又有什么 眉眉嘎嘎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一次告诉你 让我带你抢占日本不动产市场 在日本轻轻松松当房东 开开心心收房租 by bwd6 谊论